日本起樓的標準嚴謹是一向的 但到底有多嚴謹呢 和所有鋼鐵有甚麼分別呢 我們今天一一來講一下 講到鋼鐵來說 亦都有非常不同的等級 最近近年在日本最矚目的必定是特殊鋼SSR 到底SSR和其他鋼鐵有甚麼分別呢 在於它的防震能力除了是最高計別之外 重要是任何級數的地震都不會斷 這就令到日本很多發展商 有出名的發展商都會使用所謂的特殊鋼SSR 它每一個的尺寸是非常之嚴謹 0.1毫米的差距都不容許 除此之外 你會見到每一粒螺絲都有自己的特殊編號 所以你會見到每一個螺絲要配合每一個號碼 是有驗證記錄然後成交給政府 然後政府就會派人過來這裡 再一次驗證再一次看看 然後合格自有資格去供地施供 所以對於這個SSR 對於我們的投資者 對於我們的買家來說 當然是雙重保險 因為為甚麼呢 絕對在任何地震都不會斷 還要說我們雖然成本高了 但你們買得開心 亦都買得安心 所以在日本來說 這也是我們公司必定會用的鋼鐵之一 這就是橫樑的樑 這裏就是一條一條的柱 其實這條柱和這條樑 最重要都是扣它 它就是剛才我們說的SSR Structure Steel 這就是扣著橫樑和直柱的重要部位 為甚麼呢 因為在地震時 只要這個鋼鐵不斷的話 這條樑和柱就不會斷了 所以為甚麼他們製作這條SSR 是這麼嚴謹呢 就因為它就是樑和柱的 最重要的結構性部位